姐妹不要慌听少爷说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 相亲必学如何优雅高贵的 把看不顺眼的相亲对象 聊死 相信所有单身的小姐姐们 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呢 你的亲戚长辈朋友们 突然之间觉得 你跟他不知道从哪里挖出来的 男主角非常的配对 想要给你们两个拉拉红线 介绍介绍对象 让你们两个交往试试看 那就安排一场相亲了 少爷在年少的时候呢 也有这样子的经验 就是我觉得相亲和拆盲盒的区别吧 是 你从一开始就没有期望过 拆开以后有合意的 再来呢 就是因为不是你自己花钱买的 所以也不能够说你看不顺眼就把他扔了 大部分时候见完面以后呢 女无语但狼有意 可是不知道哪里来的相亲文化 现在很多相亲完了以后 都硬是要加上一下这个社交软件 那有的时候狼有意呢 他就会一直一直一直在上面跟你聊天 但你已经没有任何意思了 他还要硬聊就尬聊 有过这样子经验的小姐姐们这个时候会说 对啊 相亲就是这么的痛苦 可是没有过相亲经验的小姐姐们一定不能理解 不就是相亲吗 如果失败了 就不聊就好了 再也不要联系就OK啦 为什么还要在做最后的挣扎呢 这个道理是为什么呢 其实如果是在交友网站上认识的话 当然OK啊 你看得顺眼就看得顺眼 看不顺眼就直接直接撇掉 不再联系没有问题 交友网站上这个我们可以改天另开一集 因为也是有很多可以聊的 只是相亲跟他们不太一样的 他有一个非常玄妙的地方 相亲的对象一定是你认识的亲戚或朋友 也同时认识 并且作为介绍人介绍给你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拒绝对方的话 你的措辞和行为还不可以太鲁莽 因为你就算不给那个输到复分的对方一点面子 你也要给这个中间介绍人一点面子 你也不能说你怎么介绍一个这样的玩意儿给我 你还是要用一个有修养 高牙 有含养的方式 来拒绝对方 就是说如果你见完面之后 直接就拉黑 或者是对于对方的白痴行为 直接这个破口大骂的话呢 就会给你的介绍人难堪嘛 那所以还是要给他留一点面子 所以呢有成功经验的小姐姐们 陶少爷相信他们一定研究过这本秘籍 所以在聊天的时候把天聊死的核心就是 即时回复用回复 斩断话题 直接用回复收复聊天 看似你什么都回了 但是却又什么都没回 直接把对方聊到怀疑人生 接下来陶少爷要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五个循序渐进的聊天法 首先第一例呢我们推荐江湖上最基本的文盲法 我们请出我们的陶二少 大家好我是二少娃 这一期我要帮大家介绍一下这五种方法里面的一些例子 先来看这个例子很经典呢 这个你自己到了已经要埋进土的年龄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于是我就要告诉您说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哦 这时候最常见的就是回复同样的表情包 这个表情包一般呢 就是太傻娇气的那种还不行 因为有的时候对方会有点会错意 觉得你在你在跟他有互动 那一般就是用沙雕的那种就OK了 再来呢用问号也可以 不管对方说什么 你都回他三个问号就好了 我想不出三天对方会觉得 嗯这是我出问题还是你出问题 好吧我出问题那我自己把我自己退出好了 那第二点是及时且有礼貌 似有若无的人工智障回复法 就是所有的事情你都第一时间会回复 但是回复又好像没有回复到 用的用的回复方式都比较智障 除非他也是智障 否则他会觉得跟你没有办法聊下去 这就是你要的目的不是吗 比如有一些人上来就会说 我好孤独 这个时候如果你问他说 怎么了吗 那就不OK了 就会给他的大土苦水开了个杂 可是如果你回他说 厉害厉害 哇塞哇塞 很快他就会自我产生怀疑说 我是谁 我在哪 这是什么 救命啊 人工智能呢 还有另外一个大法叫做巧用万用词汇 也就是用一个套路来玩所有的天 比较实用见效的有确实 怎会有此 怎么说等等 就是句句有回应 但是要把对方带进当机的魔杖 最后自行退场 OK那么接下来呢 其实这个进阶版 适用于在相亲这件事情里面 常常会遇到的一种 迷之自信的对象 对于他们这种迷之自信 一定要主动出击 刺猬快很准 他才能够知难而退 我很懂少爷你说的这一种呢 就是包着自信光上场的选手嘛 但是如果此时我们懂得 揪出不知名朋友一枚 以朋友怒骂相亲式之名 行敲打对方要点脸之时 一场硬战下来 出刀的不是你 但是对方已经阵亡了 最后一个呢 就是叫做借力打力法 那借力打力法呢 其实这个很常见啊 在相亲的这个场子里 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一种男生 他会有很多很多假设的要求 非常非常的扭插 比如说我希望婚后 我的妻子就会辞掉工作 全心全意的照顾我和我的家人 在这个moment 你心中的脏话一定飙到天花板 但是千万要压住你的怒火 然后用他的要求回答他 做到完美的一记反杀 其实以上推荐的这五种方法呢 你没有跟他有过任何激烈的冲突 所有的回应都是友好 而且及时的 但是你是没有想到说 你只是附加了一点点别的描述 对方却这么脆弱的瞬间崩塌了 多么的不幸 你们两个真的不适合呢 OK 那么今天少爷呢 其实只是搜集了一些坊间的 这个相亲的小技巧啦 因为现在有很多 不知道换位思考 不知道好好说话 不知道自我打住的这些相亲对象们 总是会给我们本身过得好好的舒适的安逸的日子 带来很多困扰 但是为了要给中间介绍人一点点面子 那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姐妹不要慌哦 听少爷说就好 记得关注我下一期 如果在交友网站上 遇到的奇葩男要怎么对付他哦 那么陶少爷感谢您今天的收看啦 记得订阅我们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 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哦 今天拜啦 啊